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,真真是让我惊讶到了,现在官方都是真的直白和勇猛了吗? 北京广播电视报针对正在播出的一部纪念金庸百年的作品,直白评论道,看了这和郭靖,更加期待肖战的郭靖,这个标题还是真真是有惊讶到我了,作为粉丝是断然不敢如此大胆发言的。 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,相关纪念活动也陆续拉开,很多带有金庸元素的作品陆续和大众见面,在今年下半年的电影中,肖战也将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郭靖,报道也说在金庸武侠世界中,具有高强武功,高尚情操,传奇经历,甚至具有美满爱情的郭靖无疑是最佳人选,《神雕英雄传》确立了金庸武侠至尊的地位。 而郭靖这个人物也成为武侠小说中最值得推崇的大侠之一,《爱射雕英雄传》的读者一代又一代,相关影视作品的改编一步又一步,很多演员也有武侠梦,甚至射雕梦,很多男演员都想当一回郭靖,都想当一回大侠。 报道还说相较于电视剧,电影要表达的《射雕英雄传》更具有挑战性,在徐克的指导下,在演员的努力下,肖战版的郭靖一定会带来更大更多的惊喜和精彩。 可以说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从立项开始就引爆了网络,由主演肖战带来的热烈的市场反馈超出了预期,从立项到杀青,到现在,该电影仅仅有一张概念海报发出而已,但是任何有关该电影的风吹草动都是娱乐圈的大事件。 中影家徐克加肖战的王炸组合让全球的武侠迷备受期待,徐克致力于打造高科技和传统功夫相结合的新武侠电影,这个理念早在《新属山奇侠传》中就有体现。 据相关人员透露,大量无人机和特效运用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拍摄当中,加之剧中演员亮眼的表现,一定会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酣畅淋的视觉盛宴。 最近,相关电影的消息多了起来,大家也是感受到了他要揭开神秘面纱的气息,我准备好了,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来吧,郭大侠幸会了,节目最后,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,follow一下,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,资讯与综艺,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。